荣幸天下 上个礼拜呢 我一直在追踪的蔡胜也 感谢感谢感谢 因为蔡胜发了一些 他在泉州 在泉州呢 去泉州 迹祭祖 返乡祭祖的影片 我坦白说 你要我去 你要去看那些 刻意的网红拍的影片 我没啥感觉 可是我看你的影片的时候 我说在你感动到我了 为什么 我讲不出来 我觉得那种 以前 以前我不太能理解 你以为返乡技术一定是老兵 是吧 我感动到我是那些老兵 我那些长辈们 他们回老家的时候 那个远远的离自己的老家 还有非常长的距离 就是跪下来 是爬回家去的 一路哭啊 那个爸爸妈妈都不在 一路这样的喊 他少小离家嘛 对 不是老大回啊 老玉回 老手回 就是你就看到 一路上面的那些的老家的 还认得他的 陪他回回回去的 台湾的家人 一路这样哭 那这老人家呢 因为我 我看过不是有一幕 好几 我就是就是还还跟一两百公尺就就就就趴下就是爬爬爬爬爬爬回去 因为老兵大部分都一九四九年来台湾嘛 所以当时离开的时候他年纪还小他爸爸妈妈还在 他就回去的七十好几了吧 对 那回去爸爸妈妈不可能在啊 对 所以 他回去当然会觉得 哎呀 父母恩骂 对啊 因为我为这件事情啊 我爸爸还在世的时候呢 我还 我还 我还吵吵吵过他 我说你看人家都这样子爬回去 你是不是把我嘲笑的 没有开玩笑的 我就说 那你回家说都走回去 把他身体健康 对啦 那我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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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尝我爸爸就是 他 我说你看你你回去的时候呢 你就三大件五小件就带回去 吃吃喝喝的 那你看人家这样子一到一到老家那跪下这样哭要哭回去 我说人家都敢敢动到我 你都没有敢敢动到我 好了开玩笑的 不过不过政员呢 这次呢反家来 我们 我先问一下就是说 你这个行程是你自己特别安排的吗 是的 就是来我们我们看一下看一下影片好 就这政员呢准备了几支影片 我们看影片说政员自己讲 这个这个这个是 这个是福建东南卫视的记者 因为他 他觉得这个这个活动很特殊 即使在最近这段时间在 现在在我身后呢就是五电视最大的两座 他就在拆了 就他们自己也没有看过这么完整的记组 没有看过 他们太年轻了 所以这个五电五电视是你的老家 是的 然后 都还唯一维持的这种古色古香的模样 我看到周围都已经是高楼大的大厦了 是的没有错 这个地方就是有点像敌化街啊 或者有点像传统街区啊 这个事实上是个小山丘啦 原先我的第一代的祖先叫蔡用明 有点像蔡衍明 蔡用明 然后他只是个交书酱 然后他是河南人 那从河南迁到了浙江又从浙江迁到的福建 然后因为当时 晋江地区啊 还算是比较没有 很多的有点像那个美国早期那种殖民地时代啊 西部肯方时代啊 有很多移民那是找不到老师 所以他就跑到晋江去交书 那交书的时候后来这个好像好像交的还可以啊 那个福建省的省长那个时候叫福建观察室唐代的时候 就是你还没有建省我就拍个观察室在那边去 那去的时候啊那就觉得这个只有一个教书酱好吧 就地取材就任命他一个头衔叫浸江教授 什么意思啊 校长兼工友兼教育局长 这边这边站一排的都都是当地人 都是你们当地都是你们蔡家人 同一个老同一个祖先 同一个祖 原祖的祖父的蔡佑明的子孙 全部都是 我我要讲是说 我刚看到有好几个 我就这样长得跟你有几分像 他们都讲闽南语共一样啊 不是讲闽南语 我说我说连 经过了几百年之后发现 那样子都还在 一千年 对 一千一百六十年 而且而且我在我在看你念组谱的那段时候 我我觉得血浓于水的那个感觉 真的是非常强烈 那你身上上批的是什么 他们给我批的 什么世界清阳 菜市中心会的 批的 黄金匹带 所以 这个祭祖的活动就是说 特别就是说请你回来 应该这么讲 就是 疫情期间的时候 那 我回去祭祖 祭祖的时候我们习惯上就会拿出祖谷出来 放在这个 什么一个适当的场所 跟祖先这个拜拜 那当时 不像以前祭祖 因为没有疫情 大家好 祭完祖赶快就去吃吃喝 就是都是清族嘛 然后北港都是 大概北港 有三分之二 姓菜的都是青阳子孙 然后 这么多 很多 北港 台湾大 大地方 因为清阳子孙来开壳的地方 大概就是北港 清水 台中清水 所以北港在台湾的 云林县 对对云林县 然后清水在台中 对 然后在台湾 他就讨论问题 有人 忘了是谁 唐帝吧 还唐指使 他提了问题 他说 哎 我们的祖先排位每一个 真的那个坟墓区 每个人都写清阳清阳 只要姓菜都挂个清阳 清阳是哪里 真的把我问蒙了他说 你不很懂 中国历史吗 台湾中国地理吗 我被问蒙了 为什么有人叫济阳 济阳是个地名 郡 一个郡的名字 啊比如说有人叫什么 都是有 以地名为主的 我们这个清阳是什么意思 他真的把我问蒙了 那我就回来游着去找清阳 没找到 没有这种郡望 对 没有完全没有 那 我就 把我的祖谱 前面那几页印了印 我就请大陆的朋友说 哎 你帮我查一查 这是到底是哪里啊 他们这个大概花了 差不多 一两个月时间了 一查说 可能他不确定 会不会是在 因为泉州的 近江 啊 早年有个清阳书院 有个后来 因为清阳书院的学生多 那地方叫清阳镇 那现在就没有清阳镇了 中国大陆你要Google一下 叫清阳的 那种小地名喔 没有一百个又五十个 那他比较可能 是因为我 我服讲美南语的吧 好 然后他说那联络一下那个 他们有个菜式家庙 那 有个中心在管理 有祖谱在那边对一下 一对回来说 你们啊 从第一代祖先到第20期 二十五代的祖先 名字姓氏 号 字全部一样 跑不掉了 OK 这样子才 才才接 接上 对 就跑不掉了 然后就 接上 那他说 你一定要回来记住 我们一定要拿到这一本祖谱 为什么 原来是在 蔡氏家庙 的祖谱 在文革的时候 被红卫兵烧掉 然后在焚烧的地方有两个工人是清阳的子孙 然后就 把中间几页赶快抢下来放在衣服里面 然后就 等到文革又再拿出来 那这瓶记忆 诶 这个 这个 龙哥 诶你这我们的祖先这个名字补一下 有没有哪根断脑脑脑 所以现在在蔡氏家庙的 清阳的祖谱 前几代的祖先的 资料不太完整 他发现最完整的竟然在我手上 真是 我的那个祖先哪一代祖先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过世 娶什么老婆 一千二祖生什么儿女 对我在我在我在看着你 因为我看影片 看你在念念祖谱的时候 我觉得那面 那一幕我就很感动 到平常我们 比如清明节 祭祖扫墓的时候 台湾人的这个墓 墓碑 墓碑上面 都有这个 这个俊望的 但是清阳不是俊望 对清阳是因为 他是个青梅山 那个小山就叫青梅山 然后 我的祖先就是个穷教书将 就跑了那边教书 然后教书以后 我刚才讲那个 福建观察使 叫王朝 就任命他 就给他一个清阳书院的名字 他就变成清阳书院的 校长兼公佑 那很惨 那很奇怪 对就分 你知道这个清阳书院 教书学生 当然不是我们蔡家的 有很多附近的 教书蔡家的 然后有回 有来又变成老师 那要到其他教书去开书院 可是他们都把 清阳书院当 第一代的书院 你知道从唐朝 一直到清朝 总共培养都要进士 你猜 一千年 都要进士 我猜不到 一千八百个 这么厉害啊 我用我看的时候 看那影片的时候呢 其中有一幕就是上面挂满了 就是你只要 从这个清阳书院出去的老师所教的学生 然后后来种进士就一定 他们把他视为祖庙 就会回来 他不一定姓蔡 当然有蔡氏的 这个子孙也曾经得过进士 就一定会来挂个进士的牌子 然后我说 这这么多 你不是说一千八百个 他倉庫里面一堆挂不完 就是 所以我地代祖庙运气也很好 他那个坟墓 一千多年来 保护的完完整整 就是因为他有这么多的 这个徒弟 学生 学生的学生 那 所以历代历朝 有很多人回话 但是他从坟墓还在 往往整整 而且现在被类为古迹 我在我在 所以教书还是有用的 对啊 我在我在我在 看完你记住了影片之后啊 我心里就觉得 我作为一个台湾人 台湾人到大湖来 你当 向郑成功 献华致敬 没有没有 我们有很多 就生 就为什么 叫做 客栈 就是有五家店 对真的 第七代的子孙 就在这个 在 清阳书院的旁边啊 开了五家客栈 啊 所以从此那个地方 就 聚集城市 有什么姓庄的姓王啦 一大堆人来了 然后就变成 五店市的名字上来 哎你们家不不容颜 都保存的这么的 这么的好 就这些的 就是郑成功墓啦 就是郑成功名 因为在附近而已嘛 我特别到郑成功名去祭拜 他的他的号在乐骑 郑公 他用用号 古代的人是用号来作为这个 对 这个坟墓的名字 他不会写郑成功 因为本名不叫郑成功 这个非常的 好 当你会看说我刚 我看了我 我觉得你们 你注意看啊 你们其实的那个眉眉形啊 脸的那个样子 都还是能有几分像 就是同一个男人生的 不能吧 就是这个呢 不能不能偷生的 所以 所以变成只要 祖先的墓碑挂清阳 一定他子孙 因为他是用 他后来就是被称为清阳先生 那很多人忘了他名字 叫蔡佑敏都叫蔡清阳 是这样子来的 OK 好因为 这一幕 清阳菜市 对这一幕的庄严树木 也让我想到就是说 那我是坦白讲 我真的不晓得 我也没经历过这种古礼 的这种 这种 他完全用古礼来 那本来说还要 所以你去以前你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这么盛道 你就是你只想回去看一看 没有我讲说三柱香 那把祖谱交给祖庙就好了 一去 哇第一个阶段就搞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本来说准备古礼的轿子让我做 就发现那个轿子很小 我也太胖了 我说你不要折腾好不好 阿弥陀佛 他说 不是 我们把你等同近视回来记住 我说我 这合理啊 蔡真博博士当然算近视啊 他就说 好吧 因为 我们有博士学位人不多 不然呢 你现在没有没有近视啊 上台大到国外去受这么好的 学经历的比近视都还高达 这是 我就说我不敢不敢不敢做 如果在搭教室 影片重回 不是被他笑 被香港一样的笑 那么胖的 那么小的教育 我在我在看影片的时候 因为 那传回来的时候我本来就就回家 你刚传回来的时候我这样 就就回回老家去玩一玩 我的想法是这样 后来我仔细看影片的时候 哎 这个是有 你知道吗 因为就是他们遵循古礼才感觉到我 他有点 富得现代 有那个传统的吹鼓的 还有 现代的仪队 还有现代的这个 这个 鼓队 我说 我怕我吓坏了 我说 这个是 这古今合并 跨越一千年 就可以想念 蔡任元对他们来讲多重要 对不对 因为他们 发现我这个祖谱实在是很珍贵 应该 不是我多重要 应该是 然后他就 就 隔402年 经典在哪里 我的祖谱 我们第一代祖先 大概1621年来台湾 他叫蔡文彪 或者有 祖谱上有两个名 蔡文彪 蔡尤彪 跟同一个人 看辈分还看本名 然后他带到台湾来 他就规定我们 我是散散 等于是到第四一代 他规定说 所有的 儿子 除了长子可以拿到爸爸那一本 其他人都要照抄一遍 所以 我们每一代都要抄 那我不用抄 为什么 因为我的四伯父 那一本在我手上 因为他没有生儿子 我爸爸是排第五的 所以他就 他就交给我 我们是这种很奉剑 然后 我觉得很厉害一点 既然子孙抄来抄去 没有抄错 我对过其他人 没有抄错 我在听你讲的时候 我觉得这更不可思议 对啊 一千年没抄错 然后 我心里想说以前 唐乔罗说 同学和超同学的作业都会抄错 当然是啊 我觉得对 我觉得 也因为 也因为古里 然后因为有族谱 所以 所以你这次记住啊 我就 看画面的时候 我会被感动到 不用验DNA 对 哪有谁的祖谱来台湾四百年 已经没有对照过 竟然 祖先 因为他二十五 他祖 大概二十五代以后 就没有记录我们家的 的什么 我们二十三代来台湾 对就是台湾 那就没想到对了前面二十五代的名字完全相同 生人儿子女儿是谁名字完全相同 然后他们很赞美说 我台湾带回去的祖谱 书法写得很好 比他们都还好 问我为什么 是不是我写 我说我没有那个本事 那是我的四伯父写的 他为什么写那么好 因为我四伯父啊 是中医师每天开药单 对因为那个年代的药单是用标必写的 那我我我我注意到台湾 台湾像像郑元这种就是说台湾道道地地 已经很很多代的米南人 来到台湾之后 应该是最久的402年 对然后呢 最近的陆族我碰到几个几个朋友 在寻根的 我我才发现就是说其实他们对于对于自己的血缘跟文化的传承 非常的在乎 因为平常我们稀稀哈哈的其实是不会去触及到这这块 就不知道就是说你们的家里面是如何去 准备跟思考自己家里面的这种的传承关系 在这次祭祖的时候呢我才才看到 好了因为正正人今天来 然后呢我我就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呢 很值得的跟大家分享 那也让也让我们的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知道就是说台湾 台湾只要是土葬 土葬的那个墓碑上面的那两个字 非常的不过其实火葬的骨灰坛也会写 也会写 然后 然后同同时呢在在过去 其实 你发现台湾人当虽然的虽然的说买买买股台湾 可是呢他的那个坟头呢一定尽量都都朝着大大陆的方向 这都是呢台湾人就说呢就慎中追追远 就不忘啊不忘来来实录 所以你在看到这些祭祖活动的时候呢 其实每个人心里面的多多少少都会被触动